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让我上床 你敢 不让我亲你 不让我亲你 你干吗 你 八岁红 八岁红 你 你八岁就红了是吗 你这么些年你藏哪儿去了你 我怎么就没找着你呢 我怎么就没找着你 你藏哪儿去了你 你傻呗 我是傻 这么些年哪 我就知道带兵打仗 挣钱 养货那六位兔崽子和老婆 这老话说得好啊 自古名将十两马 从来美人属英雄 打今儿起 挺好了啊 打今儿起 这队伍是老子的 这美人 也是老子的 你就跟我过好日子吧你 赶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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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您快来看看 子龙的伤口宠得更厉害了 子龙的伤口宠得更厉害了 你看你 怎么呀 这这 这里边可能花浓了都 子龙啊 你看这烫的子龙 怎么呀 子龙 这个怎么好啊 这个 子龙啊 我的儿啊 我的儿 玉珈 睡觉 睡一杯碗 等会儿 有两句话要问你 你说打今儿起呢 我就是你老婆了 那你老婆的娘家 是不是你老丈人哪 那老丈人 你是不是也得养啊 嗯 这不养了 人就会说 你这个参谋长 哎 叫军长 军长 啊 叫军长 军长 军长 我的军长 要是不养人就会说 你这军长啊 多没面啊 哎 秋火灵 老丈人家没来 您说了 家里没钱 看这八块 睡觉 先睡觉行不行啊 睡觉 不行 说好了再睡 哎呀 这这这不这不好说嘛 明天小诗一桩 明儿我让那个队伍上 送一百大阳架 生花生花 小语 姐 姐 姐 子龙 娘 娘 子龙他醒了 娘 子龙醒了 子龙 小语 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 是管军需的 咱们的账上 有多少钱啊 这个 我得好好问问会计 反正中央这几年 是没给咱们想 全靠咱们自己抽集 这个日子 也是紧巴巴的 你先给我提一百大洋 这个 军长有命令 五十块以上的开销 得他签字 军长不是不在吗 有我代理 我签字就行 我 敢问参谋长 是干什么用啊 我干什么用需要向你汇报吗 不用不用 我就是随口一问 那您什么时候要 下午 我下午就要 能办到吗 嗯 只要您要能 嗯 明天再给我提一百 好 好好干 再过两年 我提一百你 是 吃吧 哎呀 这感觉特别好了 快把你当下打过了 快把你当下打过了 保佑啊 滚老爷 保佑啊 哎呀 爸 猛老黑 我灭你圈子 儿子 你啊 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不是在烟台医院吗 子龙 你刚醒 少说话啊 姐 哎 娘 姐 这都嫁人了 真好 终于找到了好人家吧 太好了 子龙 从今天起 雨缝她不是你姐了 她是你媳妇了 娘 你说啥呢 儿啊 在你不省人时的时候是娘做主 给你俩办了喜事 让你俩拜了天地 你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啊 娘三尽千金也没有姑娘 愿意到咱们家来给你冲喜 是玉凤 玉凤她愿意 她为了你 一口一口地把那浓血吸出来 才救了你的命 没有她 你活不到现在 所以 她不是你姐了 她是你媳妇 玉凤 赶快给你男人擦汗 别碰我 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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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子龙 我 你说我姐 永远都是我姐 很不可能的 娘 我在外面有自己喜欢的女人 姐你是知道的 你喜欢的女人 子龙 你也喜欢的那个女人 她 我 我跟你说 咱们是青梅人家 娘不可能让你去一个唱戏的 再说了 你住院九死一生的时候 那个女人 她已经在外边勾搭上你那个白靶子 兄弟骂千驹了 你在说什么呀娘 玉凤 你告诉她 她 子龙 我给你娶了媳妇 你要珍惜 行了 上天让你媳妇跟你说 我不管了 说呀 说呀 你要说的是真的吗 子龙 你就让俺伺候你吧 俺愿意伺候你一辈子 出云的事儿 让娘说的是不是真的 说呀 告诉我 是真的 是俺亲眼看见的 这 好 娘 醒了 饭做好了啊 玉凤 你还尿啊 你先放下 来 坐这儿 咋了 昨天买上 你没那啥呀 你没那啥呀 这 这 吞死你了 你太老实了 她不欺负你欺负谁呀 算了 算了 她现在不碰你 她现在不碰你 等她病好了 娘不让她离开家 算了 娘 瞧你不瓜不甜 那你是咋想的呀 娘 你说二少爷她到底是喜欢什么 不是二少爷 你得叫她当家的 您说俺当家的 她到底是喜欢傻样的女人呀 她喜欢傻样 就变成傻样 她不就能要俺了吗 可怜的孩子 哎 当家的 你起来 你叫我啥呢 你现在就是俺当家的呀 别这么叫 这是啥 这是修书 你收下了之后 以后咱俩就没什么关系了 姐 你也确实该嫁人了 改天 我跟安娘说一声 就念一下吧 立修约人 穆子龙 行了 别念了 当家的 咱先不说 叫我子龙 子龙少爷 该吃饭了 玉范 上炕 快上炕 哦 人家挺好的 玉范 你当家的 没饭了 来 去给她盛买 来 当家的 你叫我啥呢 咋点 叫得不对 要没有玉范 你能坐这儿吃饭吗 娘 来 来 吃饭 我知道我欠我姐的条命 我把这条命还给她不就完了吗 你说啥呢 你 别走 俺再添一碗 子龙啊 你咋这么不懂事呢 玉范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不能按将仇报啊 你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你总得让玉范生个一儿半女吧 娘 她是我姐 她是我姐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用你那个什么心思想来劝我啊 娘是过来人 就懂老规矩 你要是不让玉范怀上啊 我就不让你离开这个家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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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把门锁了 你睡炕上吧 我找地方去 不用 你伤刚好 俺去造间睡 你睡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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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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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谭副官 你怎么来了 沐三毛 远场出事了 五哥怎么了 军长的 早的了 盐阳 军长在南京 被剧法处带走了 啥 是 这是咋回事啊 盐阳 你别着急 谭副官 进来说 快进来说 不是 谭副官 这这到底是咋回事 是这样 南京突然当着客戒 我早就觉得不对 常部长也私下和我说过 请军长不要回南京 可军长一定要去 结果 就这样被带走了 走 跟我回烟台 你 你要上烟台干啥的 杨 我得回去找人 想办法救我哥呀 沐三毛 你不能去 军长一直观念你的安危 你回南京的时候 特意嘱咐过我 一旦出事 让我先回来保护你 把你上位好有人惦记 行了 别说那么多 赶紧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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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不行 娘 现在是咱沐家出大事了 你可是咱沐家的顶梁柱 你说你哥这一去 也不知道是啥结果 潘副官 这紫红他是在南京出的事 他为啥要让你先回来 保护子龙呢 是这样 老太太 我也觉得军长这样安排是对的 中央虽然对军长不满 可一旦军长出事 一定是出在烟台 而不是南京 你就是说 他身边有人再给他发坏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最危险就是沐采墓了 毕竟军长失去了自由 家里能单身的 就只有沐采墓了 你听听 你听听 你哥都知道 你现在能单身了 你在这个时候 这个千万不能慌 你得好好想一想 你哥 他为啥能出事啊 是谁害的他呀 这时候 咱能指望谁 他得防着谁呀 是啊 牡丧 军长虽然被带走了 可到底是在政府手里 政府不能来来 现在最危险反倒是家里 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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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烟台了 行吧 咱先把情况搞清楚 谭副官 我哥出事以前 我就因为受伤住了医院 队伍上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你跟我说说 队伍上有没有什么异常 如果说异常 那就是这次南京突然通知开会 那就是这次南京突然通知开会 是谁 我得到的消息 是吴司令 吴司令 这样 你回去之后 一切照常 如果有人问起我哥 你就说 他还在南京办事 你是家里有事 急着赶回去 真要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 赶紧回来告诉我 放心吧 母亲们 保重 我走了 保重 你昨天晚上离在他那屋睡啊 娘 他还没好利索呢 咱就先别慰蓝他了 这家里出了大事 这家里出了大事 他的事先不说了 以后娘给你做主 娘 姐 娘 我得走了 你 你要上哪儿去啊 回燕台去 这不是谭副官回车了吗 他只是个副官 好多人他接触不到 还得我亲自回去一趟 我必须查清楚 是谁出卖了我哥 娘 没事的 你放心吧 但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说 万一有人问起来 你就说 我伤重 找个地方养伤去了 子龙 你这回去烟台 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你要有个轻重缓急 你啊 我都知道 来 拿着 这是你哥留给你的 防身用的 拿好了 子龙 你这路上得加小心啊 我知道了 娘 快回去吧 别出来了 我走了 姐 保护好自己啊 知道了 快回去 娘 俺这心里发慌 她不能出事吧 这就是她的命 从今以后 她只能在刀剑上添血 过活了 张老板 老谭 老谭 钱给伙计接完了 没事 老谭 怎么这么快就从南京回来了 我走了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队伍 回队伍 回哪支队伍啊 你不是跟着牧军长去南京高升了吧 你听谁说的 还听谁说的 咱这不是已经换成马军长了吗 这消息吧 好 我们讲到哪儿了 什么时候任命的参谋长当军长 你们刚上路没几天就公布了 说是战事代理 不对啊 军长只说让他带队伍 没说过代理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常部长 你们刚走 参谋长就让我们去抓常部长 不过常部长早有准备 留下一张军长给他的架条 提前跑了 他带来那兄弟也跑 有点儿 还要是锦虾 行 你先去忙吧 好 来 别说见过我啊 你也小心 谢谢 怎么了 韩副官 回来了 你怎么也会向我报告桃花 莫太阳 你好 莫太阳 你好 文章来了 嗯 进屋说吧 好 回来的第二天就被抓了 我到处派人打听 他们说是有通共嫌疑 我想去看看他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他们连人都没让我见着 文章 你说怎么办 看起来我大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莫太太 其实我这次专门来南京 是接您跟孩子回烟台的 此后生死未哺 我们怎么能走 莫太太 其实军长东神来南京之前 就专门交代过您跟孩子的事 他说万一 他说万一他要是有什么事 就先把您跟孩子接回烟台 那烟台毕竟是军长的地盘 再说了 如果您跟孩子留在南京 如果要有人拿你们的安慰去威胁军长 这事反而不好办 我们都走了 子虹自己在这儿 我放心不下 莫太太 您刚刚自己也说了 留在南京无拘于事 您连军长的面都见不到 您想 只要您跟孩子回到了烟台 你们安全了 您放心 不会有事的 我们全军一定会全力以赴 把军长救出来 聂儿 你带着弟弟妹妹先回烟台 我自己留下 陪着爹 苗果 你别胡道 你留在南京能干吗呀 你现在还是个学生 你还没长大呢 我长大了 爹我不自由 我绝不离开 那莫太太 那要不然 您先带两个小的先回去 不不 我也不走 药国在这儿 子虹也在这儿 我能去哪儿啊 您听我说 您刚还在留在南京真的不安全 别劝了 文章 万一他们给子虹定罪了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要活 我等着子虹出来一起活 要死 我陪他一起死 不是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军长不会有事的 您是个母亲 现阶段不为自己想 也得被孩子想想吧 他们总不会 连孩子都不疯我吧 那要不这样 我在南京 再陪你们待几天 你也再好好想想 咱们到处再商量行吗 那有什么样的 看什么呢 赶紧走吧 走 小朋友要坐车吗 老子 是我 沐子龙 沐子龙 你 孩子大姐到底怎么了 等会跟你们说话 先上车 来 走 好嘞 干吗了 沐参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一个人 说没就没了 这片家伙的鬼是伯母的 以后哥怎么活 小子 你先别着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死的 队伍上一早告诉我们的 说是回来的时候 走到城墙外 碰到了劫匪 尸首看见了吗 尸首我见过了 倒是没有什么外伤 你这次过来 队伍上谁接待你们的 宗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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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副官死了 这头头脑脑脑的人 一个都没出面吗 人走差就凉 何光是死了呢 除了宗参谋 还见了谁 出了宗参谋 我谁也没碰见 我想见见副司令 说他退休了 想见见马参谋长 说他因工无外出了 来 嫂子 先别伤心了 他和副官生前 对我哥是忠心耿耿 他的事情 我不会不管的 你 我这里有些钱 你先拿着 给谭副官好好办个后事 让我带着孩子赶紧回家 不管怎么样 为了孩子 为了你自己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钱用不着 队伍上说了 会给他后葬 我和孩子以后的生活费用 队伍上也都包了 行了 这个你就不要推辞了 把钱收好 你放心 谭副官的死因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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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t estar 当然 想回来 老曹 你又 现在可不是孙女长的 生官了 谁体拔着你啊 谭副官前天就下船了 他借了一匹马 去了黄县牧军长的老家 那这么说 穆斯隆知道南京的事了 不清楚 但他应该是从黄县回来的 马参部长 马参部长 让个什么 撞鬼了 你先下去吧 怎么了 我在外边碰到穆斯隆了 他在哪儿 我刚出去就碰到他 他拿枪支出我 问咱们队伍上的事情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我能说什么呀 我就告诉他 你现在是这支队伍代理军长 其他什么都没说 其他什么都没说 肯定啊 你先下去吧 我知道了 你正常一点 正常地走出去 中国国民革命 要求我们中国独立 自由 平等 来实现我们孙总理的 单民主义 单民主义呢 就是要使得 民族独立 民权平等 任杰同志 回来了 回来了 有 我能进来吗 当然 都安顿好了 安顿好了 我跟您说实话 我这次去 我真不想回来呢 我真想留到跟他们一起干 他们呀 现在不会干什么 重要的是隐蔽 保存实力 我知道 像您这样 留在烟台的 才是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呢 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 接下来 没事了 在家好好陪陪你父亲 您还是不信任我啊 您看 您交给我的任务 我完成得很好 有什么任务 你交给我 小姐 外面有人找 没看见我忙着呢嘛 人家等着 行了 去吧 我这边没什么事了 别让人家等着 好吧 那不打扰您 不打扰我 不会 没有 不打扰我 没有 不打扰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